下一位宋令福音明慧 攻读圣马度福音 那时候莫忘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 就阻止了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不要阻止他 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 会立刻来毁谤我 不管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是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他一定会得到奖赏 谁若是使一个信我的小兄弟犯罪 道部书乃在大摩池 靠在他的脖子上 如果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 砍掉他 身体残缺而能进入 你太抓了他 直到我们地球区好得多 如果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 砍掉他 你拨着我晕入永生 手腳拒拳在地裏好得多 你的眼睛使你犯罪 你戴著一隻眼睛進入天主的國 總比有兩隻眼睛而被投在地裏好得多 在那裡從此不死 烈火不滅 天主的盛言 感謝天主 感謝神父 好 順道明類的弟兄姐妹們大家晚安 大家平安 晚安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晚安 聽到 晚安 好的 好的 那就很簡單的跟大家講解這個未來的主日 26主日 其實三篇的獨居思想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包容和善表 善表就是利好版樣 我們另外的用詞可以用所謂的 待人要寬 待己要嚴格 對待別人 對待別人要寬鬆 那對待自己呢 就是要嚴格的意思 好 我直接就到福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到福音來講解 這個26主日 這個26主日的福音 是在教導我們什麼 叫馬爾谷福音 其實可以分兩段 那所謂的 前半段就是 耶穌教導門徒們 就是要對待別人 要包容 也就是 待人要寬鬆 後半段 就是耶穌教導我們 要 有所謂的 利好版樣 那對待自己 要嚴格 好 所以 第一呢 首先我們看看 若望對耶穌說什麼 其實 讀經儀也是一樣的口氣 就是若數二對 眉色 我就不講那一段 你們自己看讀經儀 若望對耶穌說 老師 我們看見一個人 因你的名字驱魔 就阻止了他 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所以若望 看到有人因著耶穌 可是又不是門徒 所以 嫉妒他人 應用耶穌的名字 來驱除魔鬼 因為 那個人 不屬於他們的團體 就是不屬於 門徒們的團體 可是耶穌對 若望說 不要阻止他 因為 沒有人 以我的名字 行的奇蹟 會立刻來 毀謹我 不反對我們 就是 贊成我們 耶穌的這一期話 其實可以讓我們很深深的去 反省 反省什麼呢 今天在這個世界上 信仰基督的宗教團體 不是只有天主教 信仰耶穌基督的 現在可以講是有200多個團體 200多個不同的 所謂的 基督的宗派 基督教就太多了 他們都是以耶穌的名字 在宣講 在生活 甚至於有人 雖然還沒有屬於 耶穌基督的團體 意思就是 說還沒有聆洗 或者是在基督教沒有聆洗的 但是他們 對耶穌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信仰 因此 能夠因著耶穌的名屈摩 這種人已經向著耶穌了 這實在為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教導 其實反而大公會議也這樣教導 也就是說在教會外 就是在天主教以外 可以見到許許多多善良的人 他們的生活以品德 顯示出福音的精神 甚至於他們的德性 有時候還比我們這些基督徒還好呢 因此 我們千萬不要像若望一樣 亂加批判 而應該發現 復活的耶穌基督 無形的在他們身上影響 以復活的耶穌基督 也藉著他們工作 傳福音 就是沒有聯繫 也會有這樣的事情 好 第二個 值得我們注意的 就是耶穌的這一句話 我實在告訴你們 誰若因你們屬於基督 而給你們一杯水喝 他一定會得到獎賞 誰若是使一個信我的小兄弟 去放罪 倒不如哪一塊大石頭 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裡 這裡在教導我們什麼呢 就是教會中的弟兄姐妹們 都是信仰基督的人 即使是最小的信者 復活的基督 也都在他們身上內 在他們內 因此耶穌要求我們 都要善待他們 就好像耶穌曾經 這樣教導 在馬多福音的 第25章 這個35到36 耶穌這樣說 一直到49 耶穌說 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 我渴了 你們給我喝 我做客 你們收留了我 我赤身落地 給你們給我穿的 我患病 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理 你們來探望我 凡你們對我最小兄弟中 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 簡單來講 我們要把每一個人 甚至於最小的人 甚至於最不起眼的人 在他們身上都有耶穌喔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所謂的 以耶穌的眼光 耶穌的態度 去對待他們 去加以善待他們 第三 今天教導我們的是什麼 就是耶穌的最後一段 看 坦若你的一隻手 使你犯罪 砍掉他 你身體殘疾 而進入永生 比有兩隻手 而下地獄的 這個所謂的 到那不滅的火裡去 好得多 等等等等 甚至耶穌說 你的腳犯罪了 也要砍掉他 比一隻殘疾的好 如果你的眼睛犯罪了 你要挖掉他 這是耶穌 講得好嚴格 但耶穌真的是要我們把 我們的手犯罪了就砍掉嗎 真的砍掉嗎 腳帶你去犯罪了 你要把腳砍掉嗎 你的眼睛隨便亂看 犯了 犯罪了 你真的要挖掉他嗎 耶穌的意思是這個嗎 不是 而是耶穌要求 相信他 跟隨他的人 要過一個徹底的生活 為了追求天國永生的生活 不要怕犯牲 不要怕犧牲 以痛苦 所以這樣的生活 叫做 待己要嚴格 對待自己要嚴格 當年耶穌宣講天國 賞賞 相信的人永生 如今 復活的耶穌基督 繼續藉著 教會 宣講天國的道理 賞賞 相信者 永生 那 永生是什麽呢 永生 耶穌很清楚的講過 在若萬福音第十七章第三節 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 和你所派前來的耶穌基督 所以 弟兄姐妹們注意聽這一句話 所以 永生不是別的 永生 不是死了以後 而是永生 活著 死呢 就是 永遠以天主殘乡左右 這叫做永生 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所以 耶穌也講了這一句話 馬多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節 人啊 縱然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了自己的靈魂 為他有什麽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麽 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呢 我想你們也聽過了耶穌這一句話 天國是用猛力奪取的 用猛力奪取 猛力自治 說真的啊 我們必須要犧牲 我們必須要接受一些生活上的痛苦 因此 在這裡告訴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其實是負貪蹈火 含手腳 挖眼睛 不為了爭取 到天國永生的生命 絕不背叛天主 放棄信仰 當然 所謂的背叛天主 就是 不要犯罪 不要犯過錯 那即使有跌倒了 也要及時的怎麽樣 悔改 這是耶穌 所謂的 其實耶穌很 很體貼 很諒解 我們是人 我們會有犯錯誤的時候 可是耶穌 永遠伸出他的双手 像我們慈悲的天父一樣 永遠在等待你 永遠在伸開他的双手 來擁抱我們 就怕我們 不悔改 好 所以最後 就是今天的福音 再一次的跟 弟兄姐妹們彼此勉勵 就是 第一個教導我們 一切非天主教徒 及其信仰 都應該 不跟我們一起 相信 天主跟隨耶穌的 我們都要怎麽樣 尊重 理由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尋找真理的權利 和表達言論的自由 所以 人的良知應該要受到尊重 第二的理由 我們所知道的有限 而世間可能存在的真理 一定還很多 還沒有徹底的了解之前 不可以萬斷 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呢 如果一個人信仰 使他 避恶形上 這信仰 便 無可指責 第二個 教導我們 其實 也就是 是 耶穌要求我們 愛德 愛德的重要性 聖保路曾經說過 哥林多前述 十三章十三節 現今 現今存在的 有 信 妄 愛 這三德 其中最大的就是 愛 愛德之所以 重要 而且是最大的 乃是因為 是我們基督徒 生活的記號 跟標記 而愛德的表現在於 容忍 包容 寬恕 接納的德性 一個有真正信仰的人 必以愛為優先 知道去接納 去善待 不同信仰的人 所以 我們彼此勉勵 彼此勉勵 常常 在現實生活裡邊 耶穌也在 在教外人身上 施展他的能力 那 耶穌也在我們 弟兄姐妹們身上 臨在他們身上 所以 我們要用我們的生命 去為耶穌服務 好吧 今天 神父的分享 講的 講解這個道理 也就到這裡 我們 一起 念聖道明世事 紀念祷文 你有的 可以拿出來 你沒有的 就跟神父一起念 我們的造物主天父 就是主耶穌 安慰者聖神 在祈禱 在祈禱中 高聲向你獻上 我們的 讚美 祝福 和一切的宣講 八百年前 你召叫了聖道明 進入永生 並加入了 你天國的祈禱 在我們慶祝聖道明周年 慶典時 請以恩寵之養 並充滿我們 使我們能更明了 傳道救灵的使命 請占為神 育禱 必要神 祈禱 於 Ay ere 喯 把祂頓 帶祂 祈禱 各自 聖道明 帥名 祈禱 祖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四个里面平安喜乐 晚安 拜拜 谢谢神父